Hello 大家好 我现在来到重庆车展长安企业的展台 那么这台车其实之前在北京车展上有给大家拍过啊 它的亮点非常多 它是一台可以变形的SUV 或者叫做半台皮卡车型 它就是长安企业的107 那么它是基于长安的SDA架构而来的这样的一款SUV车型 但是它的尺寸其实非常大 车长超过了5米 轴距呢是3米12 比较大的亮点呢 其实就是它的后面的货箱的货抖 它有一个电动的收折 玻璃可以往上推 推开之后呢就是一个皮卡的造型 而且在往上推的过程中呢 后面和货箱之间会有一个玻璃隔板给隔离起来 把乘坐区和载屋区给区分开来 另外一点呢就是整车的外观的造型设计 我觉得也是非常前卫的 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车头 这台车是采用了一个类似于变形金刚的这样的一个涂装 我觉得更符合这台车的身份了 这种环状的灯带 加上这样的一个机械感十足的布局 看上去呢 这台车的机械感就很强 这台车可能看不出来 我带大家看一下这台车 这台展车就是通上电了 你看 里边这种点阵式的LED的布局 就是后续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自定义 来让它显示出不同的效果 这也是现在数字新能源汽车所玩的这一块 体现出来的一个风格 长安请问107这款车型后面可以变形的这个功能 大家看的比较多了 那我们回归到车站的本质来看一下 这台车在后排乘坐空间上的表现 我的身高177 坐进来之后呢 腿部大概有两拳三指的空间 头顶呢也有接近一拳 因为这台车的尺寸 其实是定位在中大型SUV这样的一个尺寸的 它的轴距呢也是达到了3120毫米 所以说无论后排坐两个人也好 三个人也好 都是非常宽裕的一个表现 而且地台也采用了一个纯平的设计 这一点啊 对于这台车来说 我觉得除了能载物还能拉人 是非常加分的一点 那在动力部分呢 新车提供了两驱和四驱不同的驱动形式可以选择 两驱车型的最大功率252千瓦 四驱版本的综合功率呢 达到了440千瓦 电池方面配备金钟罩三云锂电池 有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 巨航里程551公里 651公里 7001公里 以及1000公里 长期约107这款车型 我觉得是目前在述车机型当中 或者叫还未发布的车型当中 比较有意思的一款 它结合了SUV和皮卡多用途多场景 这样的一个需求 也是为我们日后的用车场景呢 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 那么至于这款车型最终的上市的价格会在多少呢 这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悬念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